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既有快智人口的名片 也有一些生辟但同样惊艳的作品 以下是十六首相对生辟但很有艺术价值的宋词 每一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这些宋词虽然不像水调歌头念奴教那样广为人知 但他们在词作技巧和情感表达上却毫不逊色 每一首都能给人带来惊艳质感 一 愿几道蜻蜓月留人不住 留人不住 醉解兰州去 一照必掏春水路 过尽小鹰蹄处 渐行渐远渐无书 水阔鱼尘何处问 除雨西风敌花度 村边黄叶堆红 挽留不住你 你却醉意朦胧中解开兰州离去 一夜小舟划过碧波荡漾的春水 经过了沉间黄英提名的地方 你渐行渐远 音讯渐无 水面宽阔 鱼儿浅游 哪里能问到你的消息 当初我们在西风萧瑟的芦花荡口相遇 如今村边黄叶堆积 红叶满地 一片寂寥 赏兮 这首《清廷乐》是燕己道对离别情景的细腻描写 诗人通过描述离别时的景色 表达了深深的哀愁 词的开头留人不住四字 简洁明了地写出离别的无奈 接着《醉解兰州去》更显离人的匆匆与无法挽留 第二句《一照碧涛春水录》 过尽小英提出 以画面感极强的景物描写 渲染出离别的美丽和伤感 后半部分 词人用渐行渐远渐无疏 水阔于尘何处问 将离别后杳无音讯的痛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词的最后两句出于西风笛花度 村边黄叶堆红 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暗示了时光流逝 感情也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变得苍凉 这首词在情感的表达上真挚动人 景物描写生动细腻 是燕几道词作中一首感人至深的作品 二、张元干和新郎梦绕神舟路 梦绕神舟路 唱秋风 莲莹画角 故宫离属 抵视昆仑清砥柱 九地黄流乱柱 巨万落千村糊涂 天意从来高难问 旷人情 老义悲难诉 更难谱 送君去 梦中回到神舟大地 心中满是秋风悲凉 莲莹的号角声传来 故宫中藏满了梨梨鼠苗 为何昆仑山的砥柱青岛 九州大地黄河奔流混乱 千村万落如今糊涂成群 天意向来难以捉摸 更何况人情世故 年老后更是难以诉说 送君之时 再到南谱 赏西 张元甘的贺新郎 是一首豪放的词作 通过对梦中神舟大地的描写 表达了对故国沦陷的悲愤之情 台篇梦绕神舟路 就点出了梦境中的情景 紧接住唱秋风 莲莹画角 故宫离属几句 描绘出故国沦陷后的凄凉景象 莲莹画角的号角声 和故宫离属的欢无形成强烈对比 令人唏嘘不已 抵视昆仑青砥柱 九地黄流乱柱 这两句是对国家动荡 局势混乱的感叹 表达了词人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痛惜 接下来的巨万落千村糊涂 通过细节描写 展示了沦陷后的荒凉与野兽横行的景象 最后几句天意从来高难问 旷人情 老义悲难素 更难谱 宋君去词人感叹天意难测 人情事故更加难以言说 特别是年老后 更是难以表达内心的悲痛 词的结尾用南谱宋君 点出了离别的主题 表达了词人送别朋友时的依依不舍和心中的惆怅 这首词通过梦境的描写 表达了对国家和朋友的深厚感情 此风豪放不失细腻 三 周邦艳苏木遮疗沉香 疗沉香 消入蜀 鸟雀忽情 轻小亏言语 大约良辰好景虚设 一楼无眼里摇琴 想家人 庄楼中 浩万瓶间 整碗青丝碗 点燃沉香 驱散闷热的夏天 鸟雀在清晨叫唤 窥视着屋檐 美好的时光和景色仿佛只是虚设 我独自已在楼上无眼 调理着姚琴 想着那家人 她在楼上梳妆 浩万如玉 轻轻地挽着青丝 赏西 周邦彦的苏木哲 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夏日沉景和楼中家人梳妆的画面 此的开头聊沉香 消入蜀两句 以沉香的燃烧和鸟雀的叫声 营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氛围 接着的鸟雀忽情 轻小亏言语 更增添了生活气息 良辰好景虚设 以楼无言 李姚琴两句表现出 此人虽置身于美好时光和景色之中 却因心中有忧而无法尽情享受 独自以楼无言 调理姚琴 暗示着内心的寂寞和无奈 想家人 装楼中 浩万平间 蒸碗青丝碗这几句已细腻的描写 展现了楼中家人的梳妆情景 家人的浩万如玉 轻轻挽住青丝 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通过这种细致的描写 此人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之情 整首词通过沉香 鸟雀 家人的描写 营造出一种宁静 而又充满情感的氛围 此风婉约细腻 情感表达真挚动人 展现了周邦彦此作的独特魅力 四 刘勇一半乐动云暗淡天气 动云暗淡天气 天舟一夜 成姓黎江竹 行到小溪深处 有黄梨千百 更双风万叶 与人寂寞 借问船何处 船去 前村深巷 寒冷的云层遮蔽了天空 天气显得格外阴暗 一夜小舟 在这萧瑟的天气中 离开江边 行至小溪深处 满是黄鹰的提名 更有霜染红叶 枫树万叶 增添了无限寂寞 问船行到何处 它早已离去 前行至深村小巷 赏溪 刘勇的夜半月 描绘了一幅 秋日寒凉中的离别画面 此中充满了离愁别序 开篇洞云暗淡天气 偏周一夜 成姓黎江竹几句 用洞云和偏周 描写出一种寒冷 孤寂的离别氛围 船在阴冷的天气中 离开江边 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 行到小溪深处 有黄梨千百 更双风万叶 与人寂寞这几句通过景物的描写 进一步渲染离别的寂寞情感 黄英的提名和双染的枫叶 都是秋日的典型景物 但在此人笔下 这些景物却增添了离别的悲凉 借问船何处 船去 前村身相最后几句 此人通过对船去向的追问 表现出对离人的思念和无奈 船已经离去 驶向了深村小巷 暗示着离人已经远去 音讯难寻 征守词通过对秋日景物和离别情景的细腻描写 表达了词人内心深深的离仇别墟 刘勇以他独特的笔触 将自然景物与情感融合在一起 使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也感受到词人内心的孤寂和悲伤 五 张孝祥六周歌头长怀望断 长怀望断 楚天阔 微雨薄 西风静 乱云堤 天机鼠 登陵感世 七段旅魂 摔柳碑花空 愁思怀人 泪滴空街 急目远望 长怀已不见踪影 处地的天空一望无际 细雨绵绵 西风静吹 乱云堤垂垂 天际已破晓 登高望远 感叹往事 旅途的孤魂凄凉断绝 衰败的柳树 凋零的花朵 一片空虚悲凉 愁思涌上心头 怀念故人 泪水无声地滴落在空荡的阶梯上 赏息 张孝祥的六周歌头 是一首充满感伤与愁思的词作 描绘了诗人登高望远 感怀故土的情景 台片长怀忘断 楚天阔两句 已辽阔的景象和无尽的视野 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孤独与渺茫 接下来的微与薄 西风静 乱云滴 天机鼠 通过细腻的描写 将天气的变化与诗人的心情相结合 营造出一种凄凉的氛围 灯灵感式 七段旅魂 摔柳碑花空 愁思怀人 泪滴空皆几句 通过对景物的描写 进一步加深了词的悲凉情感 诗人登高远眺 感叹往事 旅途中的孤魂无依无靠 衰败的柳树和凋零的花朵 象征住诗人心中的空虚与寂寞 怀念故人 泪水无声地滴落在空荡的阶梯上 表达了诗人深深的思念与哀愁 整首词通过景物与情感的融合 描绘了诗人在旅途中的孤寂与愁思 此风悲凉而深沉 展现了张孝祥高超的词作技巧 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 六 琴观满亭方山抹微云 山抹微云 天连摔草 画脚升断桥门 暂停征兆 辽共引李尊 进高城 落日无言 更回首 春风泪眼 斜阳归去催栏杆 山色被淡淡的云雾笼罩 天边摔草连绵不断 画脚的声音断绝在桥门 暂停征传 暂时饮一杯离别的酒 高城在落日的映照下无言 回首往事 春风中泪眼朦胧 斜阳催促人离去 上溪 琴观的满亭方是一首婉约的词作通过对景物的细腻描写 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感伤与离别之情 开篇山抹微云 天连摔草两句 以淡淡的云雾和摔草 描绘出一幅寂寥的景象 暗示了诗人心中的忧愁 接下来的画脚声断桥门 通过画脚的声音断绝 进一步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 暂停征兆 聊共饮离尊几句 通过描写暂时停下征传 和有人共饮离别酒的情景 表现出离别前的依依不舍之情 接着进高城 落日无言 高城在落日的映照下无言 象征住离别的沉默与无奈 更回首 春风泪眼 斜阳归去催栏杆几句 通过回首往事 春风中的泪眼朦胧 表达了诗人对故人的思念与无奈 斜阳催促人离去 更增添了一层悲凉之感 整首词通过景物与情感的结合 表达了诗人内心深深的离仇别序 词封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七 李清照蝶恋花类诗罗依之粉满 类诗罗依之粉满 四蝶阳观 唱道千千遍 人道山长水又断 萧萧威语文孤管 泪水湿透了罗依之粉满面 唱着四蝶阳观 已唱了千遍 人们都说山长水断 行路艰难 在萧瑟的微雨中 独自听着孤管的滴滴雨声 赏西 李清照的蝶恋花 是一首抒情的词作细腻地描写了离别时的悲痛与思念 开篇类诗罗依之粉满两句 通过泪水湿透一山 织粉满面的细节描写 表达了慈人内心的悲痛与无奈 接下来的四蝶阳观 唱道千千遍 通过重复唱阳观的情景 进一步表现出离别的深切感伤 人道山长水又断 人们都说山高水远 路途艰难 暗示了离别后的艰辛与无奈 接着肖肖微语闻孤馆 通过描写孤馆中的微语声 表现出慈人在离别后的孤寂与悲凉 征守慈通过对离别情景的细腻描写 表达了慈人内心的深深思念与痛苦 李清照与他独特的笔触 将离别的哀愁与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风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才女的卓越词作水准 八 贺注清玉案凌波不过横堂路 凌波不过横堂路 但目送 方尘去 锦涩华年水与度 月桥花院 锁窗诸户 只有春之处 凌波仙子的步伐不再踏过那横堂路 只能目送那方尘远去 华美的景色年华 与谁一起度过 月下的桥 花影婆娑的院落 雕花的窗户 红色的大门 只有春天知道他们的美丽所在 上溪 贺注的清玉案通过描绘一幅唯美的景象 表达了对美好年华的追忆与惆怅 开篇凌波不过横堂路 但目送 方尘去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凌波仙子如梦幻般的身影 不再踏过那条熟悉的路 只能目送他远去的方尘 这种离别的画面充满了诗意 也蕴含着一种无奈与惆怅 锦色华年谁语度 一句发出了对青春年华的感叹 华美的岁月该与谁共同度过 这一问带着浓厚的感伤与无奈 接下来的月桥花院 锁窗珠户 只有春之处通过描绘月下的桥 花影婆娑的院落 雕花的窗户和红色的大门 展示了一个宁静而美丽的环境 只有春天知道这些地方的美丽和秘密 暗示了美好的事物虽然短暂 却永远留在记忆中 整首词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 和深沉的情感表达 展现了贺助对美好年华的深情怀念 和无奈感叹 词封唯美而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令人回味无穷 九 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吉许 庭院深深深吉许 杨柳堆烟 莲木无虫树 玉乐雕庵有野处 楼高不见张台路 庭院深深 不知有多深 杨柳笼罩在烟雾中 层层莲木无树 玉乐雕庵的马匹 在游野之处奔走 高楼上望不到张台的路 赏西 欧阳修的蝶恋花通过描写 庭院深深的景象 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孤独与无奈 开篇庭院深深深吉许 一句以反问的形式 表现了庭院的深邃与幽静 也暗示了诗人内心的孤寂 接下来的杨柳堆烟 莲木无虫树 通过描写杨柳笼罩在烟雾中 层层莲木无树的景象 进一步渲染了庭院的深幽与神秘 欲乐雕庵游野处 楼高不见张台路几句 描绘了游野之处的繁华与喧嚣 但高楼上望不到张台的路 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隔阂 虽然庭院外的世界繁华热闹 但词人却感到一丝无奈与寂寞 整首词通过对庭院深幽景象的细腻描写 表达了词人内心的孤独与无奈 欧阳修与他独特的笔触 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使人感受到词作的美丽与深情 词封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词江奎扬州曼怀佐明都 怀佐明都 竹西家处 解安少住出城 过春风十里 尽寄脉清清 自虎马窥江去后 废池桥木 游燕盐冰 怀佐的明城 竹西的家处 停下马匹稍作休息 过了春风十里的地方 尽是清清的祭菜 自从虎马窥江以来 废弃的池塘和高大的树木 依旧厌恶战争的谈论 赏西 江奎的扬州曼 通过描绘怀佐明城的景象 表达了对故土的怀念 与对战争的厌恶 开篇怀佐明都 竹西家处 解安少住出城 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怀佐的明城 和竹西的美景 令人流连忘返 接下来的过春风十里 近寄脉清清 通过描写春风十里的景象 展现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田园风光 自虎马窥江去后 废池桥木 游艳严兵几句通过对废弃池塘 和高大树木的描写 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 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与无奈 自从虎马窥市长江以来 这片土地经历了无数的战火 废弃的池塘和高大的树木 见证了战争的残酷 词人通过这些景物的描写 表达了对故土的怀念 与对和平的渴望 征守词通过对故土景象的细腻描写 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深深思念 与对战争的厌恶 江魁以他独特的笔触 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使人感受到词作的美丽与深情 词封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十一 范城大安媚憨憨日角紫烟符 憨憨日角紫烟符 无事小停忧 停花无雪 于前自落 轻鸟平来 金钗侧缝 电竞开轮 翠袖惨烂 细致金钗 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紫烟漂浮的天空中 庭院显得格外幽静 庭院中的花儿像舞动的雪花 榆树的钱币般的花朵自然而然地落下 青鸟频频飞来 金钗斜插在发间 电竞中映出鸾缝的影像 翠袖轻轻扶蓝 细致金钗 赏西 范城大的眼眉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 展现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庭院画面 开篇憨憨日角紫烟幅 通过描写灿烂的阳光和紫烟漂浮的天空 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丽的氛围 接下来的吴氏小亭幽 进一步强调了庭院的幽静与闲视 停花无雪 于前自落 青鸟频来几句通过描写庭院中的花儿 榆树的钱壁花和频频飞来的青鸟 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庭院画面 特别是停花无雪的描写 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花儿在风中舞动的美丽姿态 金钗侧缝 电镜开篮 脆袖惨澜 细致金钗几句通过描写女子的装扮与动作 进一步增添了画面的生动与美丽 金钗斜插在发间 电镜中映出鸾缝的影像 脆袖轻轻扶蓝 细致金钗 这些细节描写 展现了女子的优雅与美丽 整首词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和生动的细节描写 展现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庭院画面 范城大以她独特的笔触 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使人感受到此作的美丽与深情 此风清新雅致 情感真挚动人 十二 旅本中踏索行雪似梅花 雪似梅花 梅花似雪 似合不似都齐倦 江天一色无仙尘 角角空中孤月轮 雪花如同梅花 梅花又像雪花 这种相似与不相似都显得齐倦 江天一色 仙尘不染 洁白的月轮孤零零的悬挂在空中 赏西 旅本中的踏索行 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绘 表达了对大自然纯净美丽的赞美 开篇雪似梅花 梅花似雪两句 以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雪花与梅花的相似 表现出它们的洁白与美丽 接下来的似合不似都齐倦 通过强调这种相似与不相似的奇妙 表现出诗人对自然美的惊叹 江天一色无仙尘 角角空中孤月轮几句 通过描绘江天一色 仙尘不染的景象 营造出一种洁净而宁静的氛围 洁白的月轮孤零零的悬挂在空中 象征住诗人内心的纯净与孤寂 这种纯净的景象与前面的雪花 梅花相呼应 进一步表现出自然的美丽与奇妙 整首词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 描绘了雪花与梅花的美丽景象 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纯净美的赞美与惊叹 此风清新脱俗 情感真挚动人 展现了旅本中高超的词作技巧 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十三 王安时贵之乡金陵怀骨 灯陵送墓 正故国晚秋 天气出速 千里成江四炼 翠风如簇 归番去照残阳里 被西风 久其邪处 灯高远眺 正值故国的晚秋 天气刚刚开始变凉 千里澄清的江水如同白炼 翠绿的山峰如簇 归番与小舟在残阳中远去 背对住西风 久其协力 赏西 王安时的贵之乡 通过对金陵故国景象的描绘 表达了对昔日繁华的怀念与感叹 开篇灯临送墓 正故国晚秋 天气出速通过描写灯高远眺 晚秋的故国景象 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感慨 接下来的千里澄江四炼 翠风如簇通过描绘千里澄清的江水 与翠绿的山峰 展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归番去照残阳里 被西风 久其邪处几句通过描写 归番与小舟在残阳中远去 背对住西风 久其邪力的景象 进一步表现了故国的寂寥 与诗人内心的惆怅 这种景象与前面的美丽景象形成对比 增强了词作的情感表达 征守词通过对故国景象的细腻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昔日繁华的怀念与感叹 王安时以他独特的笔触 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使人感受到词作的美丽与深情 词风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十四 周子之这孤天点蚕虹欲尽时 一点蚕虹欲尽时 乍凉秋气满平尾 梧桐半死青霜后 头白鸳鸯失半飞 一片蚕虹即将凋谢 初凉的秋意弥漫在屏风和围蔓之间 梧桐在青霜之后半哭半死 头白的鸳鸯失去了伴侣孤独飞翔 赏西 周子之的这孤天通过对秋天景象的描绘 表达了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惆怅与感伤 开篇一点蚕虹欲尽时 乍凉秋气满平尾 通过描写残虹即将凋谢 初凉的秋意弥漫在屏风和围蔓之间 营造出一种凄凉的氛围 接下来的梧桐半死青霜后 头白鸳鸯失半飞 通过描写梧桐在青霜之后半哭半死 头白的鸳鸯失去了伴侣孤独飞翔的景象 进一步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孤寂与感伤 征守词通过对秋天景象的细腻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惆怅与感伤 周子之以他独特的笔触 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使人感受到词作的美丽与深情 词风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十五 张言月下笛斜月横眉石小村 斜月横眉石小村 但云相矮是衣痕 琼楼翠阁 无人赏玩 夜寒秋一身 斜卦的月亮和梅树的影子便使出这个小村庄 淡淡的云雾和香气弥漫 湿润了衣服 琼楼翠阁中无人欣赏这美景 夜色寒冷 秋一身浓 赏西 张言的月下笛通过描绘月夜小村的景象 表达了诗人对宁静和美的追求 以及内心的孤独 开篇斜月横眉石小村一句 描绘了斜卦的月亮和梅树的影子 让人辨识出这个宁静的小村庄 接下来的淡云相矮是衣痕 通过描写淡淡的云雾和香气弥漫 湿润了衣服 进一步表现了夜色的清幽和美丽 琼楼翠阁 无人赏玩 夜寒秋一身几句 通过描绘琼楼翠阁中无人欣赏美景 月色寒冷 秋一身浓 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整首词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 和深沉的情感表达 展现了诗人对宁静美景的欣赏 以及内心的孤独 此风清新淡雅 情感深沉 令人动容 十六 江奎输引台之坠玉 台之坠玉 有翠琴小小 之上同肃 刻里相逢 无端化旧 翻丝往事 泪眼朦胧 蒸月小 锦青出温 苔显之头坠满露珠 翠鸟小小 共同栖息在之上 旅途中偶然相逢 无端地谈起往事 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泪眼朦胧 正值月亮出生 仅被刚刚变得温暖 赏西 江奎的书影通过描写自然景象 和偶然相逢的情景 表达了对往事的追忆和感伤 开篇台之坠玉 有翠琴小小 之上同肃通过描写苔显之头 坠满露珠 翠鸟小小 共同栖息在之上 营造出一种宁静美丽的氛围 接下来的刻里相逢 无端化旧通过描写旅途中 偶然相逢 无端地谈起往事 表现了人世间的无常和偶然 翻丝往事 泪眼朦胧 正月小 仅轻出温几句 通过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泪眼朦胧的情景 进一步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感伤和怀念 正值月亮出生 仅被刚刚变得温暖 这一细节描写 展现了夜晚的宁静和诗人内心的温暖与孤独 整首词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和真实的情感流露 表现了对往事的追忆和感伤 词封婉约细腻 情感真挚动人 文字幕君